Nunction大家知道吗 在芝加哥弄了两栋很特殊的大楼 弄好以后倒闭 所有员工几乎全部都要 我们就有很多同修 他是很优秀的 怎么才都没有才到他 这几年来我常常跟他讲 公司又有风波了怎么样 他没关系 你怎么都不操心 我说你是不是都买他股票 他说不是 他发给我股票我马上就卖 所以他钱都没亏到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他工作很认真 而且公司一定要他的才华 第三个他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他与人相处非常完美 跟人相处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现在工作不能认真 不是你不认真 就出在于你跟人相处 发生严重的矛盾问题 你看不惯别人 也造成人家看不惯你 你大概没留意到 为什么你会看不惯别人 你更没有留意到 你看不惯别人的时候的 那个眼神跟态度是什么样子 你感觉不到 瞧不起上师 那种态度跟眼神出来 你自己都不知道 但我告诉你 你的上师知道 上师周围的参谋也都知道 你已经给自己下了一个致命的符咒 你非死不可 你知道吗 尤其是在你的上师讲话 你听不习惯 或者你不喜欢听的时候 你那个反映出来的情况 你自己不知道 你自己不知道 但是对方已经知道 你不接受他的命令 你知道吗 这是很麻烦的事 所以你出了社会以后 处处给自己障碍 而你自己都不知道 然后你会发现 这里你不适合 那里你不适合 所以我们要告诉各位 生命即使在这虚幻的假象世界里 你应该要怎么样子 活得自在是很重要的 但是因为你不会还行自己 所以你会产生这些痛苦跟矛盾 自己都不自知 哪里患错都不知道